由于九星代表天使,属性为先天,故在判断风水时,常代表所处之人的先天秉性,是决定驻神人及凶祸福的重要意志。 一、天彭星,因为他的本宫是卡宫,所以五行属水,他望于春季,香于冬季,休于夏季,秋于四季末,飞于休季,他的特性是智冷智暗智寒,细阴汉阳,天彭星临用神功或在天彭星与用神望向的及格,吉门幼的天,彭星生助用神时,主出聪明伶俐,做大事业,正外卫之才,有外财之人。 天彭星临攻,无论往山和系龙神或玉雄门凶格石,主出凶狠,盗贼,他才,谈色,喜得不义之才,经商破财之人。 至于安分守己,代表次辞,北方,大江河,瀑布,石找到,二天瑞兴,因为他的本宫是昆宫,所以五行属土。 他望于秋季,向于四季末,飞于夏季,休于冬季,求于春季,他的特性是与流行病相关,故七门中常以他为病的用神。 他落宫的部位决定人体疾病的部位,他落宫的望衰,决定着疾病的好转于府,天瑞星临用神功或在天瑞星与用神奥向的及格。 吉门用生住用神时,主处忠厚实在,宽宏大量,广交朋友之人,天瑞星临公,无论望山可献容神,或欲雄门凶格使。 主处弱智,敌爱,身体欠债之人,一座待时机,代表老女人,农村,乡间小路,景,运落,乡,被,学生,有利于,博,道堂的建造。 三,天聪星,因为他的本宫是正宫,所以五行数目,他望于夏季,香于春季,修于四季月,求于修季,北于冬季。 天聪星临用神功或在天聪星与用神奥向的吉门及格,又深住用神时,主处军景,体育运动员,雷厉风行,大慈大悲,助人为乐。 心者口快之人,天聪星临宫,无论望山可献用神,或欲雄门凶格使,主处弱,多动,办事脱泥淡水,有口无尽之人。 由于正宫未动,顾天聪星所临之宫,也只以选家出征交战,雷鼓一战,摇旗呐喊,代表长男,经纪人,门窗,棺木,大树。 四,天聪星,因为他的本宫是顺宫,顾五行属木,他望于夏季,香于春季,修于四季月,求于秋季,飞于冬季。 他的特性是特别有助于文化教育事业,顾得文取心之美称,天聪星临用神功或在天聪星与用神奥向的吉门,吉门又深住用神时,主处卓越的从事文化教育事业的人,漂亮之人。 更一生学考官,百事皆宜,天赋心临宫,无论望山和献用神,或欲雄门修格室,主处穷秀菜,熟呆子,悠柔寡断,采花败柳之人,代表长女,花草,书籍,文化,老实,漂亮。 五,天秦星,因为他的本宫是中武功,顾武行属土,他望于秋季,向于四季月,休于冬季,求于春季,飞于夏季,奇门断角中元帅顿于中功,顾为大吉星,天秦星临用神功或在天秦星与用神奥向的吉门,吉门又深住用神时,主处刚正不额,作风正派,一身正气, 五官端正,神心健康之人,天秦星临宫,百事阶级,天秦星临宫,无论望山和献用神,或欲雄门修格室,主处寻规蹈曲,此版教条,摇摆不定之人,代表姨母,中间,方正,规矩,正派,六,天秦星,因为他的本宫是前功,顾武行属金,他望于冬季,相于秋季, 修于春季,求于夏季,飞于四季月,天秦星临用神功或在天秦星与用神奥向,的吉门,吉门又深住用神时,主处能吃能深,能动能静,能闻能武,能攻能手,具有领导才能,擅长心计,一数高明之人,天秦星临宫,无论望甩刻谢用神,或欲雄门修格室,主处好高勿远,不得知,有心无力之人, 代表姨母,代表老男人,影碧茶,玄花,医生,原型,七,天秦星,因为他的本宫是对功,顾武行属金,他望于冬季,相于秋季,修于春季,求于夏季,飞于四季月,天秦星临用神功或在天秦星与用神奥向,的吉门,吉门又深住用神时,主处教师,讲师,律师,歌唱家,评论家等 与说有关系职业的人,天秦星临宫,无论望甩刻谢用神,或欲雄门修格室,主处喜沙好战,武官或身体残缺之人,亦发生破坏悔辙,惊恐怪异,口学官司,有意外伤灾,官司牵连,求财陪本,出征不利,远行车破马伤, 只依固守本分,代表少女,叔父,门户,原状物,厕所,吃饭,雄灾,八,天秦星,因为她的本宫在更宫,固五行书土 她望于秋季,相于四季月,休于冬季,求于春季,飞于夏季,她的特性是深住万物,天秦星临用神功,或在天秦星与用神奥向,的及格,吉门又深住用神时, 主书得财兼备,后到实在,诸人为乐之人,能安保定国,意恶良善,教化人民,精神驾取,百事阶级,天秦星临用神,无论望山可信用神,或与凶门凶格时,主书还好,迟钝,佛的知识,代表少男,丘陵,山路,房间宽敞,脚,天阴行,因为她的本宫在立宫,固五行书库, 她望于四季月,相于夏季,休于秋季,求于冬季,飞于春季,她的特性属火,天秦星临用神功,或者天秦星与用神望向,的及格,吉门又深住用神时,主书光明磊落,始终宋叹,高层次文化,聪明漂亮之人, 以于谋划策略,面君业贵,天秦星临用神,无论望山可信用神,或于凶门凶格时,主出口舌官司,血光之灾,急遭依报之人,不宜求财嫁取,代表终宇,明亮之道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